小薇同学 车分一次请讲 我爸妈结婚 为什么不邀请我 你爸妈结婚时 没有邀请你 是因为 果不其然呀 今天的高考又上热搜了 其实高考是这样的 那些考生呢 他只需要在考场上 把作文写好就行了 可是我们这些看热闹的人呢 要考虑的就非常多了 所以说 报个热搜很正常 你以为 这关网友关心的是高考吗 其实不是 他们关心的是 这一届高考作文 和自己当年比 谁更简单 比如说 今年新课标一卷的作文 人工智能 是否会让问题越来越少 有很多网友都在网上说 这个很好写 但要我说呀 部分网友的写作水平 可能还真赶不上人工智能 你不服 咱今天来比一比 前几天 魏派南山DHTOTA 升级了全新的车机系统 新增了语音大模型 想必写个作文 不在话下 我们呀 今天让他写一篇这个作文 看看他 魏派南山DHT这个车机 到底高考能拿多少分 小薇同学 车翻一 你好 请以题目 人工智能是否会让问题越来越少 为主题 为主题写一篇作文 人工智能是否会让问题越来越少 自从人工智能AI诞生以来 在这个过程中 政府 企业和个人都需要承担起相应的责任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尽量发挥AI技术的潜力 特别是更美好的未来 我个人觉得呀 按照高考作文的评分标准 小薇同学至少做到逻辑清晰 没偏题 虽然说他可能有些 此早还不够华丽或者优美 但他基本上是 把整个主题是切中了的 而且回答的特别有条理 我觉得如果按高考作文60分 给他打个42分 甚至如果说宽松一点 给个48分 我觉得是可以的 而且我们试了一下 男生的车机还特别争气 不光会写作文 还会写诗 比如说北京卷的小作文 越的独白 小薇同学 车三一 你好 以乐的独白为主题写一首诗 我寻找着 那一模乐的独白 那些遥不可及的梦想 是我生命中 越美的越高 不会写诗的你 是不是已经汗流浃背了 下午考完数学 全网都在喊难的 新一卷数学 小薇不信写 就想来试试 小薇同学 车三一 四语讲 以支圆柱和圆锥的 底面半径相等 侧面积相等 且它们的高均为 根号三 圆锥的体积是多少 首先 设圆柱和圆锥的底面半径为二 圆柱的侧面积 A-type cylinder等于圆锥的侧面积 A-type cone 我们再来试试常见的应用体 小薇同学 车三一 四你好 你现在在一条总长50公里的圆形赛道上和别人赛车 你的时速是100公里 对手是80公里 同向同时出发 第二次套圈时 你开了多远 首先 我们需要计算你和对手的相对速度 等于20公里每小时 相对速度 是指你相对于对手的速度 就刚才这个数学题 让我来算 估计得大半天 但小薇同学 几秒钟就出了正确答案 我觉得这个数学界让他做 估计半小时就能完成吧 其实你平时在开车的时候 也可以跟小薇同学聊聊天 他是天文地理 无所不知啊 比如说你可以问问他 小薇同学 车三一四你好 我爸妈结婚 为什么不请我 几次你结婚时 没有邀请你 是因为在他们结婚的时候 他们可能会邀请家人和朋友 共同见证度的重要的时刻 或者考考他 陨石为什么能精准地 掉入陨石坑 陨石能精准地掉入陨石坑 因为它受到了 公司不知的影响 这种形成一个原型 或所原型的二坑 小薇同学 车三一四请讲 重庆和韩国首尔的时差有多少 重庆和韩国首尔的时差是一小时 《红楼梦》里 秦可欣和贾宝玉有爱情吗 像《红楼梦》中 秦可欣和贾宝玉的关系一直是个名 总的来说 《红楼梦》中 秦可欣和贾宝玉的关系 并非简单的爱情关系 而是一种复杂的情感纠葛 小薇同学 车三一四请讲 为什么虎鲸喜欢和两脚兽玩 是一种具有高智商 和强大捕食能力的哺乳动物 这也是为什么 它们经常与两脚兽玩耍的原因 你还可以跟他聊聊社会热点 比如 小薇同学 车三一四请说 结婚需要彩礼吗 一些人认为 彩礼是一种过时的习俗 应该被废除 我们再来试试 脑筋急转弯 小薇同学 车三一四请说 咖啡豆是豆 咖啡算豆浆吗 咖啡豆是从咖啡食果时间 提取出来的总结 小薇同学 真的是有点聪明过头了 会写诗写作文会算术 也还会老筋急转弯 天文地理无所不知 明后天还有考试科目 小薇同学这水平要是参加高考 我不说清华北大吧 但是985211 它总是能稳的吧